李星云重拾龙泉剑与张子凡大战李四元 女帝和四大师祖纷纷参战 不良人最新第十二级西宫决战来袭 相信已经有不少粉丝猜到了李四元的生死之战就发生在西宫 这一点在第十集里就有所突垫了 在街头张贴的不良率通缉令中 也明确提到了西宫遭遇埋伏的事情 众所周知历代新皇继位都需要在西宫记者 而石敬堂现在是张子凡的人又负责西宫的筹建事宜 所以要想让李四元悄无声息地消失 从而令张子凡代替他登机成敌 那么最好的埋伏地点自然就是在西宫了 从大结局的预告中就能够看到 李四元在西宫祭祀准备登机时 落入了脑里提前设下的圈套遭到了诸多王侯的背叛 由此最后的决战也正式打响 李星云不仅和姬如雪相认 还跑到了天子观果中取回了龙泉宝剑 随后在西宫内联手张子凡大战李四元 要知道这三人的大战是有史以来最为炸裂的 也是第六季的最高潮系统 毕竟李四元的神功已炼制大成妥妥的本纪天花板战力之一 看战斗画面李星云与张子凡打得相当艰难 虽然两个人互相配合轮流使用龙泉宝剑 但张子凡还是被打得劈头散发 值得一提的是这战损的妆容还是蛮帅的 而老李也没好到哪里去先是被打掉面具 随后上身的衣服都给打破碎 颇有一种当时冰神怪谈的感觉 不过李四元是注定要领和饭的 且看证据中他们兄弟二人如何表现 其次西宫决战也并非是张里的个人战而是团体博弈 毕竟李四元麾下有李存李与商组织以及数万大军 不过李星云他们人也不少 赵大人和任大人以及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造反 雪儿林轩和洛小北更是联手大战李存李 三千院带领不良人半路阻击商组织与宫内士兵 同时女帝与四大师祖也会大展身手 身着红衣的女帝带着幻音仿俯是西宫 颇有一种英姿萨爽的味道 而四大师祖就是更加暴力地直接杀进敌人内部 阿姐化身为银沟武力值瞬间拉满 从她脸上的血迹就能看出 银沟的高光时刻就要来临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